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隨著中共二十大的結束 週日公布了七名中共政治局常委後 週一香港的股市大跌了7.2% 香港恆生更是創下了14年以來的新低 恆生中國企業指數更是中錯了5% 跌至2008年的水準 人民幣扁了0.7% 中國企業阿里巴巴大跌9.6% 京東更是下錯了10.5% 還有這個愛黨愛國的B站 小粉紅的之外也跌了8.2%的股份 騰訊大跌了8.3% 快手也跌了8.3% 外送美團也跌了11.2% 阿里健康重挫了8.7%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 從今年6月以來 香港的股市一直都是往下跌的趨勢 只是在二十大之後 更是跌的慘兮兮 其實這個下跌除了習近平的面子之外 習近平覺得他並沒有影響到中國經濟 反而這是他希望看到的 早日趕快與這個西方投資者的資本脫鉤 讓這個外資趕快撤離 然後這個你不愛國不愛黨的趕快離開 中國以後都要留下愛黨愛國 讓愛黨愛國的繼續投資 你不愛黨你不愛國 你恨國黨 你看不起我習近平 你趕快出去 反正還有很多韭菜會來投資 我沒差 趕快脫鉤 到時候開戰的時候 我就不會像俄羅斯那樣被制裁 但是這個下跌的速度 讓習近平有點沒面子就對了 這個新黃燈基你給我疊成這樣子 清喝以堪 你這個大禮也送的太大了吧 相信我啊 在這種獨裁國家 數據都是自己做的國家 黨很快就會用數字救起來 這個中國的股市 不然怎麼中國拖到昨天才公布了 GDP成長指數 很扯的就是中共國公布的這個經濟數據成長 GDP9.3%之後啊 我是覺得蠻納悶的 中國各地動不動就特色管理成這個樣子 我們不要說流出外網什麼大紀元 或是其他中國人在YouTube上做的頻道 什麼真實看中國啊 中國百姓生活啊之類的 我們就說中國牆內的那些西瓜飾品啊快手 其實你打一堆關鍵字都可以找到 各大城市啊什麼車資的店鋪啊 然後回收站都是那個什麼餐廳的那個 廚房設備廚具啊 因為我好不容易開店 然後你動不動給我特色管理我做不下去 我只能把設備賣掉回一些成本 超多的好不好 我們可以看到台灣之前沒有像中共國那樣特色管理 或是動不動就拿槍出來這個威脅民眾 像那個雲南機場那樣嘛 那個時候台灣就倒了一堆店 更何況是你用比台灣三級警戒更極端的方式 幾百倍的方式 而且不間斷動不動就這樣做 兩年多了快三年了 結果你成長是3.9% 這有符合邏輯嗎 你不是共存耶 那你覺得其他共存國家都是白癡嗎 當然啦小粉紅是相信的因為 其實門親自問啦你們自己過了什麼生活 2019年跟現在你們自己心裡不清楚 不明白嗎 等一下我好像漏了什麼對不對 中國GDP為什麼可以成長3.9%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你可能啦齁 你看中國特色管理的收入啊 高拆價的收入啊 幫魚蝦輪胎土壤大蒜門窗 還有這個外面的鐵片 路上的釘子 還有幫垃圾做核酸 你們這些核酸都是要成本的嘛 雖然只收你們中國人一點點檢測費用 10塊10塊5塊之前是免費現在要收一點錢 但還是一天兩天都在做 深圳有些小區更沈罵一天做三次來六次的 這個網路上都有那個截圖流出來喔 那做一次的錢 他製造那些成本 每天中國14億人口 你說這樣兩三年 GDP有沒有成長 我覺得有耶 好像真的說得過去齁 這些公司的收入 你說有成長39%我都信 390%我也信 所以扣掉中國其他產業的衰退 百姓的生活的那些衰退啊 加加減減 然後變成3.9% 成長了3.9% 真的是厲害了我的國 當然我們都知道 總體GDP或是GDP成長不能代表這個國家的國民生活水平很高 不然北歐啊 像這個芬蘭啊 挪威 丹麥 荷蘭 瑞典 他們的總體GDP都大輸台灣 更不用說 慘輸中國了 尤其是這幾年GDP啊 瑞典那些國家還是負成長的 那我想問嘛 北歐五國瑞典人他們雖然是負成長 但他們居民的 普遍來說 他們的生活水平跟收入 還有福利 比我們台灣爛嗎 因為他們的總體GDP輸我們台灣 所以他們很爛嗎 不是這樣判斷的吧 帶大家來看一張小粉紅對台灣的這個聊天內容的截圖 有一個小粉紅在知乎上說台灣現在是什麼樣的一個經濟水平 另外一個小粉紅 比較理性一點的小粉紅 為什麼還是說他是小粉紅 你各位等一下聽我讀就知道為什麼他還是小粉紅 昨天有人說2000人民幣大於3000美金 今天有1萬美金 笑話3萬美金的 這個時候又開始說體諒了 曾經的台灣省 小粉紅嘛 GDP早就超過大陸十幾個省 即便是2022年 中國大陸 可曾有任何一個城市的平均收入和最低工資 標準超過台灣的標準呢 即使是吸血全國被各種政策優惠的北上廣深 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之前說過了 北上廣深能有現在的這種規模 是因為他集中了扣掉北上廣深之外的人口 12億好了 給他算12億 他集結了什麼其他省份12億來共同發展北上廣深 所以他有12勞動力的去壓榨 然後才造就了他北上廣深 結果現在還是輸台灣 台灣人口多少 2300萬 然後贏了他14億集中發展的北上廣深 你說台灣到底很爛嗎 台灣今天有14億人口這樣做的話 你看一下 甩中國幾條街 肯定有人說台灣是美國養的狗 所以收入高 咱不談這個說法對不對 就單看這個說法吧 美國養的狗收入都比大陸高 你這話是辱華吧 當然有些人會問說 為什麼這個字務上是 繁體制啊 一定是台灣人治療治療 你知道Google有一個東西叫做網頁翻譯 你知道嗎 好啦其實不得不說啦 不要天天黑中國 中國還是有一些政策福利的 像這個 獨生子女發放通知 西美社區居民朋友 從2022年的10月21號 到2022年的11月20號之間 然後發放獨生子女費用 然後呢這個 發放標準是 每人每個月可以領2.5塊人民幣 重點是這個可以帶領 日期壓10月21號 西美社區在中國的重慶 有沒有 帶大家來看第二個 不然大家又說那個 我造假造謠對不對 土星社區10月21號這個居委會蓋的章 來獨生子女發放通知 每人每月2.5元 可帶領 所以這個可帶領是什麼意思呢 誰可以帶領 里長嗎 護長嗎 中國最近在推這個時 護長保甲制度 2.5塊還可以帶領 然後中國福利也很好 每個人每個月可以發2.5元 這多好啊 你這樣發一年是多少錢 我們來算一下 30塊人民幣 30塊人民幣 乘以4.4 你這樣發一年是132塊台幣 你知道132塊台幣是什麼水準嗎 應該是我們最低時薪40分鐘 還是50分鐘 我記得我們現在快170了 那132可能是40分鐘 多一點的時間吧 就有這樣的錢 你知道嗎 這多暖心啊 以後不要再嘲笑中共國 沒有什麼福利了 人家有2.5塊獨生子女 我們台灣有獨生子女的 獎金嗎 沒有嘛 所以人家是不是偉大的我的國 厲害了我的國 所以以後不要再抹黑偉大的祖國了 好那講到這裡 先歡迎我們本集的贊助商 Subshark VPN 身為一個自媒體創作者 長時間要在網路上 瀏覽大量的資訊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讓人摸不著頭緒 農場新聞如何分辨好與壞 遇上真正的壞人 還會冒充自己是正派角色 就像我們出門在外 常聽到有駭客或是有心人士 透過WiFi網路 去滲透手機使用權 藉此盜用我們的個人資料 信用卡資料 情急之下 我們可能手機打開下載了 不同免費的VPN軟體 就以為自己金鐘罩鐵 不是用無敵鐵金剛了 但有些VPN背後的公司 會不會那麼剛好 就是專門收集個資的呢 不想親手奉上自己重要的個人資料嗎 那你可以跟我一樣 選擇業界信譽極高 且有嚴謹無追蹤政策的 Subshark VPN Subshark VPN 在多達100個國家架設的伺服器 讓大家選用 或是人在國外需要一個安全的網路環境 都可以在Subshark VPN的雙重加密數據連線下 簡單又安全的讓網路真的是無國界 輸入以下優惠碼 變相有1.7折以及3個月的免費使用 好最後再帶大家來看一下 BBC對中國人的採訪內容 他們是怎麼看待這次 中共的七位政治局常委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我可以不說嗎 不是因為這個 其實挺選擇選擇挺好 言不由衷啦我能這樣講 大家心照不宣啦齁 心口不一 你特放心又說你不敢說 可以不說嗎 沒有中國的免費 沒有信用 目光所至皆華夏 五星閃耀皆信仰 可能就是在英語課上會減少一部分 然後在語文跟數學上會比較看重 最近比較是關注一些愛國的話題 所以我覺得英語現在也不是那麼比跟原來那麼重要了 因為現在中國也是可以自己發展 而且比有的外國人也會來到中國 非洲嘛非洲嘛 不連人知道老百姓人都吃到飯不行了嘛是吧 飯是吃得上了就是發現有點困難了是吧 現在各個妹妹都不好幹 你看剛那個人他講的已經很含蓄了 這個如果在台灣的話會怎麼說 換誰上來不都一樣嗎 我們都吃又殺小又殺小啦 我都吃不上飯菜下台啦 一定會講這種話 但那中國也不能講這種話 你看我從這些訪談中我完全 看不出來他們想要表達什麼重點 任何一個重點 為什麼我們看起來他們完全沒有在講任何的重點呢 因為文字語啊 因為不知道能講什麼 什麼能講什麼不能講 我認為可以講了但是我真的敢講出去嗎 他們在自己心中已經自我審查了 所以每個人講話都很小心翼翼啊 我們可以發現裡面除了那個小孩子之外 大家講話都很保守都很小心 都看得懂習近平在幹嘛 但又不敢說 但又要統一台灣 這就是我說過了 遇到真的很多中國人都是希望這樣子的 希望中國可以民主共產黨可以下台 但是還是要統一台灣啊 台灣永遠不可能作為一個 與大陸分割的主權獨立國家 那我就問嘛 假使你說了中國真的民主了共產黨下台了 到時候台灣還是不想跟你統一 你又不放棄要跟台灣統一 你是不是又要回到中共說的 文公武和 你又不跟我和平統一那怎麼辦 武力啦 那這是不是又跟中共一樣了 所以我說大一統才是最可怕的啊 他比共產黨還可怕 我們從這部影片可以發現為什麼 大家都說得很保守 周一股市開市之後啊 中國各大商業巨頭啊 香港股市通通大跌 你說他們真的有很看好 中共這次選出來的七位政治局常委嗎 周一開股市的時候 已經跟你說得很明顯了 那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把我下午下見啦 掰